观众朋友五安 欢迎收看股师风神榜 我是Zoe 赶快来欢迎 永成国际投雇副总徐峰路老师 同时也是冠军五连霸 非常厉害 赶快讲诚欢迎 若以各位全国投资朋友 大家五安 那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五 台股加全指数开盘13409点 今天早盘是创新低到13274点 那今天收月线 看起来这个位阶又回到了 2020年年底的这个位阶 所以接下来这个盘是怎么看 昨天这个美股的PCE数据 还有出领事业金人数都已经公布了 接下来10月要怎么走 Q4要来临会不会有行情 我们今天要赶快来请教风路老师 我想其实叠到这里 礼拜五居然可以开低走高 有没有惊喜 有没有吓一跳 都跟老师讲的一样 我这一个礼拜跟大家报告的结果是 一般3500会是一个支撑会反弹 只要每次破底他就会反弹 那礼拜一破了国安基金的一个低点之后 礼拜二怎么样就想反弹 对不对 那礼拜三有乌龙的发言 对不对 又暴跌 礼拜四美股反弹 礼拜三好像美股反弹 礼拜四台股在反弹 但开高走低 那我说礼拜三美股这样拉很有可能是要拉一个安全店 是 那我昨天的一个说谈我一直跟大家来讲 如果晚上美国的PCE数字比预期的好 对 如果失业率又很差 是 这个初次申请失业就已经很多人的话 那就是很差 那这个盘就会怎么样 会喷出 对 但是呢很不巧 完全不一样 对 哇那个美股的PCE 那个是呈现了一个 再创新高的一个态势 然后失业 这个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 居然是创五个月人数新低 哇糟糕 然后呢美联储继续放音 是 继续跟你讲 是 那我其实啊今天看到这个 早上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一篇文章嘛对不对 对 标题是什么 降帅无能累死三军 真的 这个去年你就应该要收资金了对不对 是 你看去年景气有没有很好 有啊 有 那景气很好说你不收 你要等到今年你说 你看今年就业率很充分 所以这样景气很好 但你有没有发现 去年已经大水漫淹了 所有股票 全部都把价值大大的提升 是 本益比有没有看过两百倍的 没有 那个时候有 那个时候有 有一家公司叫做力旺 对 本益比两百倍 对 那你那时候不收水 你等到现在才收水 所以在通膨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你没有出手 犯了一个错 然后当现在通膨已经触顶 准备要下来的时候 你每天打股市 每天要紧缩 每天要收钱 那股市不崩吗 对 我问各位 如果股市崩了 经济会不会软着陆 这完全是 绝对是硬着陆 绝对是硬着陆 这逻辑完全不通嘛 所以我之前 可能很多投资朋友都很熟悉 在三立的时候 在之前的一个频道里面 就已经知道嘛 对不对 那我一直说 这个包尔市我见过 这几十年 最差劲的 这个肺的主席 我一直在怀念一个人 比较资深的投资人 大家就知道 格林斯潘 他真的是超级超级强 那当然了 08年的时候 他有没有甩锅全世界 也有啦 也有啦 只是说这一次大放水完之后 美国的甩锅给全世界 做的就不漂亮了 也很不地道 包括连自己本土的 的一个大富豪 也都大亏损嘛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 电视新闻报导啊 说啊今年以来啊 这些美国的有钱人呢 资产水水5000亿 是 像脸书的这个Meta 这个创卖人 这个扎克伯格嘛 那他的一个资产啊 哇 从年初到现在 亏了700亿啊 剩500多亿美金 哇 大缩水 对大缩水 本来是 这个前10名从来没有跌破过 是 这一次跌到第11名 那缩水很多 对啊 不过 问你一句 好 他就算跌到1000名 是 日子会不会不好过 绝对不会啊 因为他还有五六百亿啊 是啊 而且这个数字就是 来来回回波动 其实 钱啊到一定的数字 他就变成什么 就是数字而已啊 嗯 昨天有人问说 马斯克你现在是 全球首富嘛 嗯 那你觉得这样有什么感觉 他说 也没有感觉啊 他就是数字啊 是 他会不会 跟我们吃的东西不一样 住的根本不一样 整个人就根本不一样 所以最后最后 钱到最后都是数字啦 就是波动而已 你要让生活舒服就好 所以我说啊 这个行情到今天为止啊 我终于到今天为止 这个礼拜啊 是 我终于在早上开低的时候 我完全就觉得 这个就是要开低走高 哦 为什么 全世界都是利空 对 但是美国股市 破底的一个泰势 破的怎么样 不是特别特别的惨啊 是 以前是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五百点 一千点下去 嗯 道琼大概就一千点 那纳斯达克大概就五六百点 但昨天也还好啊 对 感觉就还好 然后还有收缴 是 那我再看到最关键的 美元指数 下来了 台币今天其实相对比较稳健 是啊 这为什么今天谈 我一一来跟大家报告 好 那当然这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讲 要用部位控制风险跟心情 我讲的 你现阶段是不是高风险高报酬 肯定是高风险 对 但不一定高报酬 哦 真的 但是如果你用很多的一个钱 丢进股市里面 你今天的心情一定不好 嗯 你早上一定真正借不好 是 可是你会不会想要 满手的时候你还敢不敢买股票 绝对不敢啊 你不敢买嘛 是 你不要说满手 你只要有八成资金你就不会动 没错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段时间你控制在五成资金 相对来讲就OK啦 是 那该加码的时候你就敢加码 好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 我认为股票最后是 最后都会涨上去哦 嗯 但它真的有的三年五年十年 二十年不一样 是 那风老师帮大家选的股票 哇 待的只要够久 我跟各位报告 基本上都会怎么样 都会创新高 是 那当然如果我跟各位讲说 不行的时候 那你真的就不行 你就不要TK了好不好 好 绝对 因为最近有一位投资人 跑过来跟风老师讲说 风老师我的持股里面还有资源 还记得资源是我们去年五月 COVID-19的时候跟大家报告 五六十块的时候 对 然后到今年的二月还有多少 二三月创新高 然后三百多块 是 现在已经腰斩了 还有啊 而且还买的 后来是买大概两百块钱 两百多块 三百多块跌到两百块可以买了吗 我有时候会跟大家来讲 股票不是跌升就一定要买 是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讲 我认为资源还是没有问题的 经济基本面子会越来越好 但是它的股价其实有点超涨 大家要理解能够叫什么 透支涨幅的概念 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讲 联电是不是透支涨幅 因为它是我见过这十年最怪异的现象 哪有在年初就告诉你说 今年年底会衰退 然后年初的营收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都在创高 月月创历史新高 是啊 为什么 这是不是怪现象 对 这个就是筹码 我过去十几年 我是这家公司的主要持股人 都是十几块二十块 今年来到六十块七十块 哇大家要知道 它持股可能是上千张啊 上万张啊 这么多年啊 哇 那这一次就给它卖光光 我如果把股票卖光 我会告诉你好消息吗 我如果又没有股票卖 那我就怎么办 借券给你卖 所以这个规矩是不对的啦 我觉得借券卖出这种东西真的是很不好 对不对 你自己没有股票就给人家借来卖 你又不是说融资融券 因为融资是用2.5倍的一个杠杆嘛 对 或是两倍的杠杆 所以他买 你当然你要控他 你们就 他有资有券你就用券他 但现阶段的一个制度里面 借券就是只有大户跟法人在用啊 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用啊 是啊 你也借不到啊 人家借得到人家拼命涨 我的逻辑只是这样 这个都只是我们出了这个画面就不要说了 好不好 好 我跟大家来报告喔 不只是这个单一公司啦 只是我看到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就会跟大家来报告说 股票真的基本面再好 你还是要看他的筹码 基本面再差 股票不就是一买跟一卖的零和游戏嘛 是 他股本有5亿 他就是有5万张股票 因为面额10块嘛 5万张都买光了 你说这间公司空格公司 我不卖他会不会跌 不会 你没有股票啊 大家都没有股票啊 他就只会涨 是 我左手卖右手 右手卖左手 大手拉小手 股票就一路飙了 很多股票啊 他无量上涨的 一部分的操作手法 这个是学理上的啦 好不好 是 但我会跟大家来报告 最关键的 你要选到好的公司 好 选到位阶相对低的时候 然后法人未来市场 不管是法人 或者是市场上的大户 主力业内都可以认同的股票 那你这个股票 未来一定会很轻松 是 好不好 那当然咯 用风险控制部位跟心情 度过了 真的最危急的9月 9月跌了1700点 对 头好晕喔 明明是集团做账 投信做账了一个月 都没有发挥效应 对 却被突如其来的 这个美国通膨 还有申习桌打乱 对 好 那没关系 我跟各位讲 流暗花明又一村 永远都有机会 好不好 封老师是金日报史上五连霸冠冠军 对 五连霸的话意思就是 连续五季的冠军 是 连续15个月呢 都是冠军记录保持人 总绩效呢 有到219% 这是非常厉害喔 单季报酬率呢 就有112% 那在Q4的这个行情 也是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获利 有机会可以翻倍咯 嗯 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大家很辛苦 我希望可以透过我过去的绩效 来变成大家在第四季的获利 那当然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LINE 官方的账 FSP688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订阅点赞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我跟Roy主持的 这个股市风神榜 我相信我们在 在这个整个节目上讲的东西 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嗯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帮风老师分享 好不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盘前 这个在LINE LINE上面就会有嘛 LINE裡面就会有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我昨天盘前为什么 我们说我们昨天不动作 很多投资朋友就跟我说 昨天要不要买 赶快去买 这个大涨 美国大涨 不能买 这个盘第一不能追高 它的特色是破底才会反弹 破底才会反弹 它要找寻新底部 好 那我去做 透过我自己的一个计算分析 往下的空间 其实真的不会太大 指数空间不会很大 不像很多人告诉你说 这个很多人就看1200嘛 看8500嘛 对 怎么可能 如果会看到8500 那台积电不就傻子 你要丢1000亿美金 台积电有多少的一个精算师 多少的博士 难道台积电看景气还会不准吗 没有那回事 好不好 台湾市场超涨超跌 但是呢 万法不离其中 你股票一定要拉高起来才可以赚钱 去年赚的太多太肥了 今年一整年不赚钱没关系 但是啊 年底总要发年终奖金了吧 嗯 你说那钱很多是一回事 你要发给下面的员工 又是另外一回事啦 对 所以要不要做一个行情 有啦 只不过你要怎么样 找到一个好的着力点 相对位阶低的才会拉嘛 好那我想啊 第四季一定是好机会 可是啊 我们现在在看 有这么多的利空 出自身影失业就已经 5个月低 PC1年的话又来 又高 哇那这个就是我们讲 降帅无能的 的这个FED的这些官员在讲 啊我们这样子充分就业啊 所以可以升息啊 其实逻辑上真的不能这样讲啊 对啊 你要收钱你就收钱嘛 不要找这种很奇怪的理由 结果呢你就变成了 本来是市场的利多 对 然后变成是你要加息的理由 那公司这个 这些是不是告诉你经济很好 那经济很好 照逻辑来讲股票是不是应该涨 嗯对啊 可是就会变成是 FED要继续怎么样 加息啊 我要加息就收钱啊 我有更便宜的资产可以买啊 我只要放定存就好了啊 那怎么办 大家不知道股票卖掉 换定存 买公债 就这样子嘛 所以啊 这个官员真的是 去年通膨你也没看到 早就有人提醒他 因为啊 去年的运价是不是大涨 对 那去年是不是很多都还是什么 封起来 是 那你封起来你的东西 是不是本来就变贵了 嗯 嗯 对 这个很逻辑的东西 我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没看到 就今年呢 这个叫做 该紧缩的时候没紧缩 该看到谁没看到 今天现在看到 所有通膨要消退的因素 已经出来了 油价是不是从120跌到剩80 对吧 对 那已经少了将近三成啊 120到80出头 那是少了三成多啊 快四成了 已经差不多了吧 你的一个基期 通膨的基期是去年跟今年比 去年这个时候就80几块 现在也80几块 那你觉得 在油的部分的通膨 是不是就抵消了 嗯 但你一升息 你把住房的这个成本拉起来啦 对 你缴房贷要不要加利息 嗯 现在5%多6%的利息 是 那你来跟我租房子 我会不要加你租金 会啊 你还是一样啊 都是你在惹麻烦 对不对 降帅无能 我好难得一直骂他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 这个美国 这个 这一年来 这一两年来 这个拜登上台之后啊 很多东西本末倒置啊 真的是 还是要找一点 年轻一点的领导人 对不对 嗯 这不能用过去的旧思维 来领导现在的新世界 新世界真的变化太大 然后我们这边跟大家报告说啊 这个 现在要专注底部期涨 过去没涨到 过去一些大涨都不会涨 对 那投信他会找哪些 航太啦 内需的餐饮饭店 电子全职要塞钱 电子五个可以塞钱 然后车店 利基型的股票 生技的强势股 这个是你现在来看 投信比较可以去追踪 你不要追太多 那个外资啊 外资都假外资 比较多好不好 好 那真外资都是怎么样 把钱汇回美国 嗯 那你要追 追的是投信 那我要跟大家来讲 这里面还要分喔 买电子五个会不会有大涨大跌的空间 不太会 不太会啊 那买它有没有用 用途不大 是 那要买什么 要买生技跟车店 好那他也买一些 投信他自己也是喔 去买一些去年都没涨大的 是 餐饮是不是 疫情下最受灾的 对 然后解封的就是饭店嘛 对 最近有没有看到精华在涨 創反弹新高 对啊 熊师 熊师最近有在反弹一点点 是 但今天涨停的叫老爷资本酒店 对 但他有多打腹地啊 嗯 你能有的就是有限 那最主要关键就是筹码 很小 航泰啊 今天有档股票 投信连买了将近两个月 哦 那今天创了一个高点之后 就留一个天 很长的上一线 就留一个天线吧好不好 是 怎么样 那个量都不够啦 你要去找是市场上都会认同的 是 车店跟生技 好不好 那今天生技股 我们也有低档在布局 车店股 我们也有低档在布局 是 尾盘 表现都很好 对啊 今天虽然指数还是跌嘛 对 但很多的朋友跟我说 感觉今天是大涨 是 这个礼拜今天最开心 对 跟着老师做 对 跟着我们走嘛 对不对 好来 这是昨天晚上的PCR 是 PCR 这个在创新高 对 会怕不好 会啦 来 美国的失业率 哇 创新低 是 哇 给你理由 本来照以前只要创新低 这种消息是怎么样 股价 哇大涨 对 代表经济好啦 现在是哇大跌 所以 不同的新闻 你要用不同时空去做解读 好 那美国专家都想 经济必定衰退 你这样继续搞肯定衰退啊 因为你的肺的 第一个没有公信力啊 你五月说六月不会升三嘛 你六月还升三嘛 对 然后你说今年不会升这么多 你就一直在做错事 去年人家叫跟你说 欸该收钱了啦 你又不收钱 那今年呢 叫你不要再升息了 你要用力升息 对 那明年一定衰退 还有跟大家报告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清零嘛 对 它清零是不是就一天到晚要做核酸 今天一天到晚封城 那怎么办 供应链是不顺畅 那与其不顺畅 我就让它不顺畅到底 我就堵你美国 因为我们中国的 这个出口的供应链的一个锻炼 让你的经济硬着陆 有这种说法啦 好不好 大家听听就好 那第二季 美国GDP已经开始下滑了 很妙啊 GDP就开始下滑了啊 你还说经济很好 这个FED官员啊 只是为了卸责啊 因为去年应该要负责任来升息 他不敢 那今年看到现在通膨这么严重 他又胖 所以呢 无止境的一个什么 打压 对 道雄指数昨天在这边 我说过在这边是做盘底嘛 是 反弹 没有带量 下跌 补了量出来 这个有意义喔 有人在低接啦 好 巴斯达克 就在这个部阱 你看 这是跌破的支撑嘛 对 支撑 然后A通出来 A滚下去 这里没有太大的表现 所以这个还没有什么 很明确的一个数字啦 是 那 肺半 破底 收脚 那今天 台积电有没有涨 没有涨 没有 今天台积电又大跌嘛 所以今天啊 他应该会在这边做整理啦 是 对 因为他已经提前跌了嘛 好来 这个啊我看现阶段 你不要太琢磨在指数上面 一定要专注在个股 好 而且现在的一个操作策略 大家都知道 峰老师过去的操作策略 可能是要布局三到五档股票 对 我现阶段呢 操作基准上是三档股票 嗯 以内 甚至有的两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你要集中火力啊 是 有些股票就会 就只有它会涨 是 那你不要太分散 你也管不住 对啊 如果你手上有五五十档股票 你怎么知道今天哪一档要涨 对 那会顾不了 好不好 来美元指数冲一一四 这是27号的四 今天30号 美元指数回到110几 已经有下来了 因为它下来 今天最低是110几 那收盘我们在印图的时候大概112 已经跌两块下来了嘛 你看喔 这边有跌下来了 台股就相对比较指稳 那 这个就是我说 礼拜三的这个 人家怎么问 报纸都怎么写 然后就让大家误会 乌龙嘛 一谈到外汇管制 是不是让指数大跌 结果他赶快谈 没有没有啦 只有管理啦 所以思考 讲话要非常谨慎 我们现在媒体非常适学 要小心喔 来台币这两天已经怎么样 没有在扁了嘛 对不对 就是老师 哇这个这么陡标股 这样子陡 钱不走才奇怪 但是我们当时还有内支的股票 可以扛的嘛 对 今天上跪股票 是涨的喔 上跪指数是涨的喔 内支回来了喔 好来 勞退基金有700亿 这是昨天告诉你 哇你跟大涨的时候 新闻就来 结果你昨天一买 今天早上一定怎么样 嗯 想死的心都有 真的 如果买的股票不够强 今天又来一根跌停板 对不对 都有可能 好那外支 这个央行长来说 外支还会来啦 还是会回来啦 我 起码我看短时间不会啦 好来 加权 加权这一段就是破底会反弹 他一破底就会反弹 破底就会反弹 今天十字星是不是开低要走低 是 对啊开低有没有走低 有啊杀下来就在收脚 这个脚 量还是不太够啦 嗯 不过今天礼拜五 我们给他一天时间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势 今天晚上美股股市 风老师大概率 才应该要反弹 哦 因为这个礼拜是 他们的一个费得的一个超级走 大概该讲的都讲完了啦 你最坏也都讲完了 都知道了 好那如果你美股反弹啊 今天礼拜一的一个台股怎么样 跳空开高之后 这个就要反弹到这里 请记得来到这里要做些股票调节啦 好 好我只能这样讲 来贵买市场 欸有没有破底 没有啊 所以这个底部有效 你看有有效就收脚 好但是来到这里又会是有压力 好这个要一步一步来 好那台美艺后科技合作 居家的是什么生技股 对 生技股王 这个第一个支撑被跌破了 基金也跌破了 来到第二个支撑 这个支撑 因为他已经是有拿到要证的 现在接下来要看他的就是他的营收数字了 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具备让大家去投资 他只能拿来看好不好 他只能拿来看 那合一也是拿到要证了嘛 对不对 那他在这里呢 筹码也非常强 因为外资借券很多啦 还要进行回补啦 应该还有机会啦 但他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要证 也可以去做观察 但我认为还是只能怎么样 买在低档 最好是买那种要解盲的啦 你不要买他已经是解盲完 或者是要证拿完 要嘛是有解盲 要嘛是有要证 那宝瑞他是CDMO嘛 一要代工 然后再加上自己也有要证 可是他这个已经那么强了 还能不能够有效的攻击 我当然要去买本益比更低的 位阶低的嘛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终于有没有 来这波下来 这也爆量之后拉回来没关系 这也是底部啊 是 长线的底部在这里 人家今天也不跌啦 对不对 今天也不跌啊 那这个位置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10月份 我现在知道已经可以拿到 有机会拿到要证 艾滋病的要证 这个要证如果拿到会怎么样 当然就是 来去挑战大量区的高点嘛 有利多 逻辑上就要挑战高点 那这个也没有多少张啦 不到一万张嘛 对不对 这个要过就很快 那这个部件在这里面都是什么 布局区 而且拿到要证 就会有里程北京 三百万美京 现在美京城之前 对不对 第四季转亏为盈 好 那我们是跟大家讲台康生嘛 这有机会 在年底或明年初就拿到要证 它也是很快嘛 那它又有CDMO 这个又可以做一个代工 然后又有什么 鸿海陈雨思慕 对不对 我买的当然一定要搞你啊 对不对 这波上来了 大家一起来 拉回来这波大家也回来 回到季线附近 又是一个支撑区 那今天是不是很好的布局区 当然是啊 来到季县就是布局区 来到季县就是布局区 今天尾盘也拉起来 下午法说期待他有好消息 好不好 鸿海要政治海外 电动车 哇我觉得十月份 你大概每天都会听到鸿海 不只是电动车 是 不只是生计 不只是苹果 連选举你会看到他 昨天都看到了 对啊 好来我想郭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好那我相信他在做的事情 一定有他很远大的view 毕竟他是 也是曾经是台湾首富嘛 对 好来我们来看 电动车 苹果也要恢复 苹果要恢复电动车 谁可以供应最多的电动车用零组件 甚至于组装 鸿海 鸿海 鸿海会有机会 但鸿海过程这么大 会不会飙 不会嘛 你要找相关题材嘛 来我们跟大家讲 这波的车用电子 是 胡连算很强啦 这波最高185 跌到今天最低也才160 对 这已经最多的最多了啦 但我当时就跟他讲 他是一个趋势指标 是 你只能买滴滴的地方 然后做区间操作 这不太会有大利润 嗯 那这个就标了 因为之前这里都没有量嘛 嗯 都没有人有 都没有人有 那他就狂标 今天还供到涨停 非常强 好那精确 我们这两天跟大家报告 来到季线下面 他是一个回到支撑区 季线被微微跌破 是因为有利空 那今天又站回去 跌破季线最好的是三天站回去 三天站回去就要强势 是 那如果三天没有站回去 但是在这边做整理的 那也算是什么 相对稳健 那这一波 有机会往上去全部 大量去这里 应该要过啦 明年大概赚三块 后年可能又返北 铭石集团旗下 最重要的铝电池的盒 铝电池盒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应该会是很大的一个题材 那股价其实还是相对稳啦 最高是五五十三块五 那跌下来最低也大概就是四十四块左右 这个大概幅度已经算很小了对吧 这个星期大家都很辛苦我知道 那这些个股随时有机会再往上走 好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车电股很要嘛 它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到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如果现在看电视 看杂志 看媒体 越来越多人在讲 越来越多了 对啊 因为什么 电动车你知道全部都跑过一轮了嘛 是 你电动车你知道什么 以前的阿大使 同志 微生 然后你又看到导线架 顺德 然后IGBT就是建策 然后你就看到了这个 这个车壳 之前我们跟大家报告的华服啦 那大家期待的可乘红准啦 对 那这些其实啊 都已经涨很多 包括说像整六二十一体的蓬城台办 强茂 德威啦 这些我们都带大家超过一轮了 是 MCU的星堂也超过一轮 你想到车电都涨过了 真的耶 可是车体轻量化 就没人做出来新的车壳啊 是啊 那这个就能从什么 从我们车用的螺丝扣件 开始做改进嘛 这个量也很大嘛 也很重 再加上那个底盘的结构 结构件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 它今年的一个比重 会随着特斯拉的成长和大成长嘛 是 你看我从8月20 这是8月24号的资料 对不对 8月25号再拉一根长红 然后一路的往上创新高 大盘不好它拉回 那除全完之后马上就怎么样 完全创新高 对 一路最高攻到了上礼拜的81.5 这是不是我跟大家来报告的时间 是不是很好布局 没错 好 那这两天创高有拉回 拉回来 我们说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来到支撑区 对 然后支撑区那是不是很好的布局区 哇 今天是怎么样 大涨了 是 它又要开始启动攻击了 我们再持续关注 投信法有没有持续买进 好不好 好 我相信这档股票会成为 大家认识丰隆老师的一个代表座 那在这里面还是一样 跟大家来报告 维持用部位控制风险 跟辛勤的一个操作策略 然后面对这个行情 还是一样要一步一步小心的走 那今天是周末 也祝祝大家 周末操作 这个周末假期 可以愉快 顺利愉快 下个礼拜我相信 会有一个全新不同的面貌 也欢迎大家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透过LINEET 来跟我们进行 沟通协调 有需要帮助的 多欢迎大家 可以来加入我们 股市封城榜节目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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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